最近很遗憾的就是在安乐区发生 有两名少女被搭讪招拒 然后其中一名少女居然被殴打 金龙近期发生女性朋友遭到骚扰及攻击事件 但监视器的妥善率却不尽理想 市议员何淑萍关心监视器维修经费不足 建议争编补足经费以利后续的维护 每次案件发生之后我要去调监视器 那监视器不是刚好坏了 就是他的那个摄像头没有照向那个方向 那我本期也去了解一下 我们警察局现在的主数大概有471组 有4434支的一个镜头 然后类比的这个摄影机呢 也是占了98% 然后超过五年的这个摄影机呢 是4368支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希望市长是不是可以 就是要编列预算 把它补足 要把它补足 不要让别人说 我发生案件 平常没发生事情 大家可能还不会去关心这个议题 那你发生事情之后 你才发现 这个摄像头怎么弄掉 怎么没用 所以说市长 本席在这里建议 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不足的990万 看能不能这个维修的费用 你东西不是做 你设置之后 它更重要的是后面的维修的问题 那我在本席在这里建议 所以市长这个维修费用 请你把它补足 把它挹注经费 让它补足一下 明镇处长张云祥回应 未来将透过林里长会议 确认需求及设置的地点 在巷弄内增设镜头 今年也会追加编列经费 用在监制器建制及维护 我们确实很需要议员 所谓的零星工程的建议款 当中的设备费用 今年度我们在追加预算 也追加了3800万 零星工程的设备费 所以议员这边同意 我们需要 需要也希望 把这笔费用用在 这个李林监制器上面 让它能够来补助给我们的民众 倘若相关的费用 它可能要透过补助 要去通过法令的话 我们也会运用其他 例如像预备金的方式来做 那至于议员所提到的建议款 当然议员有建议的权 但我们希望也按照 刚刚的补助办法 透过李林长会议 决议要放在什么地方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